炎热的天气打开冷气想降降温 但现在用电都让苏先生一家用的扫心意义 这边就差了快十倍了 可是我去年的平均大概500多度 上一期的是2007度 我一直怕漏电 因为漏电有可能会造成火灾 勘查过有没有偷电漏电 或是电器设备相关用电的疑虑 那结果都没有问题 家中电费无辜暴增 从今年一月开始两千多元 五月涨到三千元 接着一路直线成长 最新一期共使用了2007度的电 一共八千五百多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费用增加了快二十倍 家用电器使用未改变的情况下 作息也和以往相差不远 只好自费请人检验 但都查不出异状 让他不经怀疑是智慧电表 出问题了 但是我家一家三口的位置 应当也是 应当三四千 应当也是三四人 四百几元 变成八千几元 变零土 太压力了 一起两个月 用电才一两百度 在一个住宅来讲 绝对会不止一两百度 旧的电表 有异常 就是转速有过慢的情形 节电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有一个捷电小组去协助他 台电表示过往的用电数确实异常 目前恢复正常运作 而针对整个状况也已经向当事人说明 未来也会积极派员协助 华尔新闻刘汉生 台南报导 华尔新闻